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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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明镜电视明镜火拍 有些时候啊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我不知道是老了还是时间变得太快了 中共那个七十年周年的国庆好像是很久很久的事情 其实好像到现在为止还没过到一个星期 而且我看了个节目的时候我几次都睡着了 但是我网上跟网友讨论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只好硬着脱皮看 所以我看一下又昏昏欲睡 网友就说 你在思考什么 其实我是在走神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国庆啊 我是看 你是研究程度吗 我是看了国庆阅兵和全球游戏 你都看了 全球游戏看了 但是全球连续没看 游戏和是什么 游戏就是不一样 游戏就是游戏 游戏就是停在广场 不动了 你看了你看了什么感觉呢 激动吗 肯定激动啊 自豪啊 对对对对 这个比较正常 一两的比一 自豪在什么程度 自豪在什么程度 如果我是弹的天安门 非归手机还好了 你看了那些那么多 这个弹那个弹这个鸡那个鸡 你看懂了没有 之前稍微了解一点 说东风四十一啊导弹啊 是最厉害的吧 这个我也知道啊 我以为他会推去东风五十一来的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 30年以前我就知道 说解放这个导弹可以打到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那在89年之前呢 搞了30年以后还是说我们可以打到美国任何一个地方 很多人觉得哇厉害厉害 没有人发展得那么快嘛 那肯定30年肯定听错了 没有 他出去打到金门 没有没有 这个是1984年的时候 当时就说已经可以打到精度提高了 那个时候 一平方公里到100米 那是精密导弹 OK 软针导弹周期导弹还不是 他说是东风四十一啊 是啊 精密度提到100米了 100米啊 那只要打在什么地方 说哪打哪呢 说哪打哪呢 我觉得你说三 看玉文脸有点凉了 他那个是没长大 是不是到这个眼眸室来 没有现在是这样 其实人家玉文脸也没说错 核心点就是现在是 一是分蛋头的数量多了 原来是三个 现在是十个 现在是十个 精度也高了 还有一样东西是什么 你知道吧 现在是每小时三万公里 每小时三万公里 也就是说打到纽约只需要半个小时 从北极过来 过去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吧 反应时间 反应还要变速 对 还要变速啊等等 现在呢就是说他在 一开始 刚开始是研究那个导弹呢 就是指哪打哪 然后也中间不会变速 后期呢 到快到目的地之前的多少公里会变速 然后会变轨道 现在呢 基本上呢整个路程当中 防拦截 都可以防拦截 都可以适当的变速和调整 真的这样的一个全球摇杆的了 这样的 所以他在某种意义上 的确对美国构成了很大威胁 但是又在 就在昨天 美国就发射了一枚 自己的一枚 远程 就是洲际导弹 而且总圈命中六千公里之外的目标 这是其实本质上 是给中国的一个警醒 因为中国呢 你到今天为止 你说你41多厉害多厉害 没打出去一个 那也请我别这样说 你这样说 人家真的给你打了 你不是啥啥啥啥 来到 所有的人都在听明镜吗 这个 我相信美国有观察家会听明镜 明镜这个 不听明镜是他的档次不高嘛 小郭或者是小民就不听了 对吧 领导干部是必须看的 这个节目我也看了 就是这个 从这个阅兵到这个 这个划车游行 这个 有一点我是比较惊诧的 就是这个主持人 就是这个央视的这个转播的 女主持人用了一句话 海峡 叫东风快递使命必达 这是他的广告啊 不是 这句话的含义 就是说这个快递是给美国的 这是给美国送的快递 这是在网络用语 是啊 这个网络用语 这个东风快递使命必达 是这个 他的这个微博的一个广告语 就是这个军队自己搞的一个广告语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 这个到了主持人嘴里头这个含义就变了 它是国家电视台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 它是 因为我是在YouTube 针对不可国家化 选取工具不可国家化 不是国家电视台 请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不是 错了 你能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家吗 当然不是 是不是国家 不能这么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质上是党的 那就党国嘛 好吧 这个我不跟你争论了 这个 从 我是在YouTube看的 YouTube看的那个直播啊 我看的时候最高峰值是37万 但是据网友说是60万 对 60万 60万 就是同时在线 这我相信不是翻墙出来看的 应该都是海外在看 中间的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留言啊 飞快 留言飞快 飞快的留言里头呢 就是 应该说很少看到 说不同的 应该都是庸盾 占绝对的 百分之千分之九五百九十九 都是庸盾 完了以后呢 中间时不时会飘出来一两句话 就是尤其这个 导弹这个 运输火箭经过的时候 台湾 香港 美国 三个地 你能看出来就是 这个这个 我不知道这叫华语世界吗 还是叫什么 这些 粉红拥躲们他们想的是什么 而且说真理 就是把这个叫真理 有的人说是 和 和平台湾 以和服人 就核武器的和 就是 这是耀武扬威的效果 耀武扬威的效果 就是这个 对 和平这个 就是用这个 核武器这个核 是那天的最主要的一个用语 嗯 所以这个 就是 让你对这个 就是咱们前一节讨论这个命题 就是说 89年的 当时的国际气氛 中国的汉语世界的气氛 和现在真是大部分 这肯定 就是这种阅兵的 给我这个最大的感觉 包括这习近平的长发 我有三句话印象最新的 这是什么 叫什么 坚决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决人民主体地位 坚持什么 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 人民主体地位 对 就有点像主体思想靠拢 人民的主体地位 这个 就是我想 这 习近平以后的这个 有坚持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嗯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都没有 共产党的领导 就是第一位的 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 你还注意到没有 就是说 这个 国旗出来的时候 是在党期后面 是吧 我这个党没有 这个是 党期后面 这个是违反国旗法的 国旗法是15条 国旗出现场合 必须在第一个 共产党一辈子都是 扇自己嘴巴 他那个 就是说 这种阅兵的增加了一个环节 就是习近平的注目里 就是面上 面上的 国旗 就是党期 国旗 军旗 三面旗 党期在国旗前 党期 国旗 军旗 没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肯定在国旗前 你不要跟着他的节奏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那你没有华人论也没有美利坚 这是哪个概念吧 我的意思是说 你说党期在国旗前面 按照他的逻辑 国旗法为什么要这样定呢 国旗法15条 国旗出来的时候 应该是别的旗帜不能跑到他前头去的 别的旗帜 你查一下国旗法15条 你也是觉得 那是法的 没有党章 都给我打 知道吧 我觉得很勉强 你这个辩护很勉强 就是说 你别能说人家是辩护 一下子打到那个阵营里去了 这下扣了个帽子 这下帽子扣实了 不能是辩护 他的理解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共产党 他并不在意 这种事情来不在意法律的问题 他已经完全不在意 不在意这个法律的问题 就是因为共产党的经典表述 80年的经典表述 就是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 党要率先遵守法律 这是第二句 你就忘了 我们开始讨论一下 所以我刚才前面那个标题 叫人们怀念江湖朱温 这个何老板起这个名字 我就问人们是哪些人 我现在基本上认为 这个人们两个字是老人们 老人们 就像您这个年龄段的 老人们怀念江湖朱温 我也不怀念 你看小粉红 谁怀念他们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网上 对这个 这几天讨论什么 这几个老人 超级老人 我就看大家观众 朱温之的问题 你这朱温之什么问题 朱温之不见了 我觉得没什么态话 就是可能 身体有碍 您是有问题 是多了 也是 也许 可能是身体的问题 没有其他的问题 就是云老门一致的拥护 把这个英明领袖习主席 那他不拥护的话 如果不是身体有问题 他也会到那个场上 连江都出现了 他不可能不出现 不会有其他的问题 就是身体有问题 OK 你也觉得身体有问题 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 就根本无所谓 就根本无所谓 他就不是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姜啊 猪啊 这些都无所谓 整个原因在里面 就是 习觉得你们来 就是给你们一个机会 OK 这个会议话题咱们不讨论呢 但是我觉得这个陶就是一个才子 他说其实在天安门的广场里面 就是反映了党的 在基本上的核心的一个理论 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对啊 哈哈哈哈 他还为什么这么讲 你等一下看他的解释 那我们现在 其实我们这节节目里 最想讨论的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国庆之后第二天 就是10月2号 这个人民 这个不是人民 这个党中央党校的理论刊物 求是杂志 以前是中共中央现在加 但是仍然是 中央的最高层的理论刊物 这个理论刊物就是前后发表了他两篇文章 一篇文章是早一段时间 2014年代 关于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破除终身制 对吧 那么有的人解释就是 我现在向你请教 因为你是我曾经的思想家学者 就是说 他们认为那篇文章出来 就是有党内的力量去挑战这个 这个习近平 对吧 你看你中间讲 曾经讲过这个终身制 对不对 那么我的评论就是 包括10月2号这篇文章 就是要进行清党的这篇文章 和之前发表在 这个求是杂志同一个杂志里面讲的 要求这个 不是就是赞扬了 这个党的这个过程中间 有汇取终身制 我认为这两篇文章 都是经过习一半同意 甚至是习本人同意 因为他发表在求是杂志的文章 和一般的媒体的评论文章 是很大的不同 你觉得对吗 我觉得这个 外媒抠这个字眼 这个意思不大 就是说 不是外媒啊 你别把我当作外媒啊 就是大家在抠 我没什么把你 我把你当作内媒了 我的意思是 我看到了就是说 这个注意到的 这个大家的这个舆论讨论 就是习近平 那篇文章里面讲的 在没这个 没有终身制度问题啊 又来 又以此来说 这个习近平 可能遇到了党内的反制 是等等等等啊 其实我们可以讲的 他这个 十九大的时候 或者二零零年这个 之后的这个 修改宪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他修改党章那句话 就是说 任何这个 无论是这个领导人 是选举的还是是认免的 都不能忠心 都不能忠心 人家长江现在还保留那句话呢 嗯 那习近平也多了嘛 也就对习近平来说 这个东西 文字上的 这种东西 他肯定一定要保留 但实际上怎么做 他是 按理他怎么做 是这么一个问题 OK 我两个问题 你根本跟我答回所问 我说第一个是 求是杂志这两篇文章 是不是 像有先讲的 有先讲的 求是杂志这两篇文章 是有人写 这个时候发表习近平的文章 是没有经过习同意 是别人要登出来 就攻击习近平的 我好像是 像我做节目的时候 我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再回答一次 不行 我觉得同意何老板的看法 完了 我同意的看法 我还没有看法 你刚才说了 我的意思就是 肯定 经过了些同意 对 有这句话就可以了 这个第二篇文章是重发的 不 两篇文章都是重发的 都是重发的 但是第二篇文章 最大的一桶 简单的说 因为这一次在国庆的 他的这个演讲里面 最重要的句话就是 谁都要别撼动我们了 我们已经不可以 除了中国自己 他没这么说 就是在国庆的时候 他没有这么说 他是在国庆的时候讲的 中华人民共同国 已经是 实际上再也不能撼动的 这个东西 但是最关键的一句话 对吧 而求是杂志呢 就正好呼应这篇文章 就是谁能撼动它呢 就是共产党自己 而共产党自己 现在面临的危险 就是后期消强 所以我们现在最感兴趣的东西 是后期消强 消强水 清党要清水 是一般的 泛泛讨论的 还是跟当年的老毛那样 先披一下 这个海域办公 然后就直接指向武汉 然后就指向彭中 彭中后面就指向了 这个刘少奇 对吧 这个是不是你跟陶杰聊的时候的 这个主调 不论把陶杰的东西 切剥一下 切剥一下 我已经掌握他这个说 基本上把党史 要拿出来讲一讲 对 他学习的这个认证的程度 比我没认真 我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说 他这个清党是反反而止的 还是真的是后期消强 有所指 要准备一场权力斗争 按照我的逻辑 就是习近平一搞反腐败 我就认为他会失败 原因就是他跟文革的逻辑 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我给习提了一个纪念 就是说 你要建立你的矛盾的权威 都是干掉两个总书记的 老毛是干掉了一批将军和一批元帅的 你谁就干了一个周永康 那这人数太少 打了几个死老虎 对他少 所以我这感兴趣的就是说 他这个清党如果一般反反而止 常委级的必须动一个 对 你怎么看 就是说能不能动一个常委的 你别给我一个否定答案好不好 给我一点希望 我说的不可能 那就算了 因为现在对这个县令常委的话 他不可能 除非就是说那个常委 确实是明确的反对习近平 否则的话 但是我觉得现任常委的没有 前任的人 前任的人干不可来了 所以你的和解肖翔就根本没有 不可来 没什么和解肖翔的 我从而不认为有和解肖翔 习近平有反对的力量 但这个反对根本够不起对习近平的挑战的问题 那这篇文章的是什么含义呢 我没看这个文章 我没看这个文章 所以你 你这个很麻烦 他没看这篇文章 那你能不能复述一下西主席讲了什么 我复述一下这个孔夫子讲的这个话 我恐既是之余在肖强之内 是吧 对 就是他看起来已经非常强大了 没人拿他能怎么样了 对 那么或肖强就是他自己有这个意识 是没人拿能怎么样了 但是呢 这个党内有人可以拿我怎么样 他是担心这个 就是说他缺少安全感 按育儿的讲法应该他很安全了 没向你挑战呀 但是他缺少安全感 因为还是不够顺从 就是 从习的这种表面上的这个气势上来讲 除了没喊万岁 好像比当时毛泽东要顺心多了 对吧 毛泽东说也没有说参考消息一整版全是他 把中间一个全身像站在那 这个就是他的对手 我觉得他战斗意志 跟老毛的那些对手是不一样 老毛是有约束性的 这一帮那个 这个叫凶神恶煞 都战争年代过来的 对都是流氓地痞 谁不知道谁的底细呀 对不对 这个倒不重要 重要的是都下得了手 嗯 习这一届这个 团派下得了手 江派下得了手 都不是能下手的那种 就成平已久啊 就潜规则之下 都在一条船意识 这个老毛 我插一句 老毛倒是这个 搞彭德怀的时候 彭德怀的时候 彭德怀就肯定起个意 要兵贱的 老毛在楼上的时候 跟老朋友们谈一谈 老毛回头就把他骂了一句了 对不对 那这话太脏了 我就不想重复了 但是这习 你不重复人怎么知道 这是什么话呢 电视台这个不能讲这个脏话 而且在美国讲脏话 你看川普总统讲脏话 都被别人骂了 我们讲脏话更严重 九段来说习不是毛 同样的习的对手也不是毛 关键是 这个他的对手 就是咱这样讲就是 毛和他的对手之间的差距 要比习和他对手差距要小得多 对对对对 那个都是一批打江山的人 那这个习跟他们这些 我觉得你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好像把另外一个因素忘了 说 习的宠的程度 要比邓和毛要宠得多 那么呢 虽然说是表面上看没有对他反对的 实际上呢 这几年过来呢 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对他很反感 只是现在没有一个头可以牵着这个人 就是这个 这些人烦他就说明他蠢吗 不是 他不仅仅是蠢 但我如果你们拿这个比较来讲的话 毛的对手和习的对手来讲的话 那么你把毛的对手抬高了 毛的能力也很大呀 而习的能力和他的对手之间 似乎也是平等的 现在我们现在 习敢掀桌子呀 是 习敢毛还敢杀人呢 你是咋说 对啊 所以呢 今天的这个习啊 其实某种意义 虽然说呢 他自己呢 自欲为很强大 他的不安全感 我也非常同意你的这个观点 但是有一点 我们一定要非常注意看清楚 在习上台之后的反腐过人当中也好 以及去年的他的这个限期任期限制的取消也好 其实对于很多人也就是党内的很多精英 或者与他已经有了矛盾的 或者是既得利益者被砍断了利益者 这群人 是对他很恨的 嗯 非常之恨的 只为现在呢 没有一股力量 或者没有一个旗帜性的人物 能够把这杆旗掀起来 那么习近平作为一个中共的领导人 这样一个 并不具备合法性的这样的一个领导 他势必要不断的雄找敌人 当他在国内 他在党内有合法性吗 党内也没有合法性啊 某种意义上也没有啊 那谁会有啊 他想要想尽一切办法 就不断的在雄找敌人 在斗争当中 雄找敌人 就是在这个国庆这个 70年那个仪式上 除了朱镕基 重要大佬朱镕基没有见之外 这么多人在这儿 不足以 证明他在党内有合法性吗 这 我觉得这不叫合法性 叫事实存在 人们就认同他这个事实你是领袖了 但是并不等于合法性解决问题 内心对他并不一定复权 川普为什么可以换来换去啊 对不对 我要换谁就是换谁 安全顾问都换了三个 国务卿换了几个 国际安全部换了几个 习近平 对内阁的一个部长 国务院他敢换吗 中左部的部长敢换吗 政治局敢换吗 如果你说独裁 当然不敢换吧 因为他完全受制于这个体制 他想换 但是他没有这个 他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合法性 他如果有这个合法性 如果说习近平对哪个国务院的部长 或者说这个 中共中央哪个部长不满意 他换不了 你认为他换不了 原因呢 原因就是这个机制决定的 只会是那个人可以找到一个理由出来 说他确实有腐败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大家组织认听他 服务这个 他们大家任何的一个原则 开一个什么会 他这个腐败会把他拉下 否则的话一般不满意 拉不下来 你就看看川普总统 咱们再跟毛泽东比嘛 毛泽东比的是随便 毛泽东愿意换就是换谁呀 毛泽东可以把一个工人提拔为国安 习掌握了表面的权利 但是实质的权利没有毛泽东大 当然是没有毛泽东大 当然不能比嘛 怎么能比呢 他的合法性 老毛的合法性就是流氓的合法性 就是我们已经流氓惯了 这个我也不同意你 习没有合法性 你不同意他就可以了 你还不同意我 我不同意你 你怎么来讲习在共产党里没有合法性呢 他是通过将那个按照情绪选上来的 什么人还叫陈出去呢 黑箱里面的 抓了一个东西 黑箱作业就是他们 选人的就是黑箱操作故意 那就是他的合法性所在 他不是说 他那个那个 谁呀 把啥拿到自己家里呢 把别人发个证说这东西是你的 他也是心里不踏实 他是心里不踏实 你要随上共产党的人也没有合法性 你不能这么来理解这个合法性的问题 就是合不合帮规 咱们这样讲就完了 对 他合了一个帮规 对 他合了一个帮规 对 就是说习近平应该说 他权力很大 你的意思就是上台这个过程是合帮规的 对 完了以后呢 这所作所为合不合帮规 所作所为 挑战了帮规是吧 挑战了帮规 这个是挑战 他现在去 引起了老马很多人不好 他是有不安感 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不安感 这种不安感肯定 我们讲他 这种极权领导人 他是一个不安随 他一个始终的问题 极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 放假 但老毛也是极不安全 老毛给你jempe 并不安全感 你想邓יר平的安全感够吗 但是邓יר平也不安全感 老毛基确不安全感 频频保 Teso就是一个不安全感的表现 说帮慧它本身就是一种 连帮慧都算不上 强慧可能安全感都达一些 这个日文同学 他的这个文章之所为 被学术界啊或者是观察界啊 就是 报道界 他的文章大部分是服服尝识的 就是说基本上有常理 海外像我们久了,或者是反共意识浓烈了 或者是怎么样了,我们会引以去犯决的想象中间 或者说他认为只有通过犯决和审人听闻的东西 你的意思是从大陆过来的人有常识比较多 你在海外带的时间长久没常识 你也出来你的常识就未必是他那么多 那是我们另外一个话 因为是你自己碰上枪考的 不是每个新增大陆出来的人都有常识的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最近这些年几十年来 像有常识的观察中国问题专家的吃这种饭的不多 因为大部分在这个过程中间 就发现只有省人听闻 只有服务大家那个想象中间的事情呢 才能吃的饭 受众的心理的需求 比如说,习近平现在面临着党内的围攻 我们的观众肯定要增加很多 如果我说习近平现在没有费用太空 对,他就变成洗地 所以他就被认为洗地 其实在我看起来 他的绝大多数的评论是比较平实的 比较服务常识的 但是我仍然要批识 常识不一定对啊 是啊,这个意思不就来了嘛 你讲完我还讲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说 日文同学服侍了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 政治这个东西本质上的特征是权力斗争 只看你哪种形式而已 虽然它符合了一定的党规 但是这个党规它跟这个 或者是规、班规或者是你的合法性嘛 这种合法性和民主和法治社会的合法性是很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的 那么你比如说川普他的很多的行为 不符合规范 但他毕竟是在一个大家还可以接受的一个分权的范围之内和合法的范围之内有规则了 所以他具有一点的稳定性 他只有通过那种选举的过程 才能获得他的这种权力的合法性 所以他要争取去连任 等等等等 而习近平在本质上没有解决一个执政党的问题 就是说他的权力的合法性没有一个稳固的基础 他进入这种黑项中来 他要进入到黑项中间去玩 他玩的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潜贵在而不是真正光明正大的 什么叫光明正大呢 就是说你可以在公开的舆论上直接可以讲 你习近平对了和错了 可以在人民代表大会讲的对还是错了 这个就叫现代文明价值的合法性 因为他没有 他都是黑项中间来的 所以所有东西他必须要用黑社会的手段去操纵他 完成他那个权力的稳定性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个 完没讲完 对吧 正是因为这种黑项的作业的所谓的黑社会的合法性 也就注定了他的权力具有不稳定性 而这个不稳定性 绝对不是像你表面上所看的那么简单 当然不像那些华中取统的人说他们今天跟谁斗明天跟谁斗 而是说呢 只要是他不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独裁者 他就永远具有一种不稳定性 所以他认为这种后绩萧强 我认为是一种正常的逻辑 也是事实上的存在 因为一颗子弹 因为某一个一某轨迹 因为某一个看不见的一个正常的会议 有可能就把它宣翻 因为它不具有针对现在政治文明的合法性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同志为自己的命运担忧是真实的 为党的命运担忧那更是真实的 因为这个党 你别看今天和平啊什么样 明天老百姓粉红一样 这些人流水 明日流水是什么 对不对 当你的共军 打到某一个城市 那些人们都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以为欢迎的是中央军 一看不是的是共军 马上就换成也是欢迎欢迎 共军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民意这个东西在不至于合法性的行业之下是没有意义的 我同意你的结论 我同意你的结论 但是这个分识 你的分识过程我有点看法 我并不是说 我肯定也同意你政治的权力的斗争 尤其是在中共这样的政权下 我尤其是权力的斗争 我除了不访人说政治不是权力的斗争 而且我也认为就是习近平的不安全感是许多是存在的 我刚才就讲了 他的不安全感 你们俩都同意了 就不要再解释了 就是那个预测 习近平国庆之后要清党吗 但是我但是我许多认为就是说 他的不安全感跟外部构建对他的权力为的那是两码的事情 是这么个东西 这个直接问题 外部对他构建权力的威胁 那是两码是两个事情 就是他不是说 这种不安全感对他来的 个人来是一个政治的人 但是外部对他权力的 他经常会误判 因为你第三方 你习近平稳不稳对你影响不大 所以你就说本来挺稳的 不要担心 但习 我要一不稳 那个代价太大了 是吧 所以他会 他会保持警惕 但是还是回到那个提上话 国庆之后要清党吗 他有不安全感他会不会启动这个东西 拿下一个现任的政治局常委 你看清党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你把清党理解 拉上政策常委我觉得绝不可能 你阻挡我和川普签合同 搞得我很被动 你在香港跟我捣乱 你看看 CCP的这关键讲话 团结团结团结 那斗争 斗争 斗争 斗争呢 他们的这个讲话 你不能当真吗 国庆的时候要谈 你不能讲他 这个不要讲 有些讲话 你不能讲他 不要那个 他在党下那个 几十个斗争又从哪来 斗争他是另外一个 那还斗不斗 你不是说国庆团结 团完以后是不是要斗 我的意思是 隶属于这种事 让外界感觉到党是分裂的 这种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知道吧 哪些事情 他哪怕就没办 东西也不会做出来 进军常委就是给你感觉党在分裂了 就常委一下就不算分裂 常委一下就不算分裂 政治局不算 进军委员也不会 那那么中央 这个部长 那得不算 那当然不算 我们一般是政治局委名在算 刚才何老板凌说了 哪个部长都拿不动的 不是拿不动 是他不愿意轻易的去变换 因为这背后有无数的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 和无数的个人的利益都在这里 考虑太多那就说明他权力还是权力不够 那当然是吧 作为独裁者 那当然不如 所以他自从上台之后到今天为止 他最一直强烈的 要求的就是一宗嘛 无上的一宗 无上的权力 但他一直没有得到嘛 他也得不到 你给个头衔有什么用呢 因为他们过去就像何总所讲的 他们是这种九龙治水 现在是七龙治水 这种方式 现在不是七龙治水 某种意义上 习近平还没有从结构性上打破这一点 对 这是一个本质的 决队的体制已经调了 对 但是党政的体制 对他没有 他没有做到 任何体制都没有真正参加本质问题 就是说 你这个一真正人家 他没法谈话了 你一说真正的 就是没法谈话了 你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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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真正你讲 你讲你讲你讲 真正的就是你合适逻辑 你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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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得我就不能说了 我再说了 因为现在谁说了谁被批判 现在咋说都合适的时候 就是 因为你的意见是他国庆以后要清党吗 我认为清党 有必要 要搞死人 要搞死人 是必然的 谁都逃都不掉 否则这个政治就是一堂死水 那什么都才都动不了 现在这个不是 19届四中全会 要在10月份开吗 10月中下审 这个会议上会不会拿掉 几个重要人物 我多么期待呀 我日夜饭想我的中国梦啊 我的中国梦啊就是希望习主席啊 拉着几个常委 甚至拉着几个前常委 甚至拉着前总书记 拉着几个政治委员 我认为只有彻底砸烂这个中国的体制 习近平在真正 拿到几个 才能真正定义一层 我早就讲了 老毛为什么会成为老毛啊 老毛为什么会成为老毛啊 就是流毛要彻底 对不对 手段要残忍 要干掉副主席干掉捷宝人 干掉一个又一个 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他停过吗 习主席现在才搞了半天 干了一个常委还是前任的 对不对 干了一个政治局委员 第一个还不是他要干的 对不对还是温家宝集团干的 还不算他真正掌权 那个孙仲才不是总裁 后面是干了一个软的嘛 对不对 不太有强力嘛 老毛横着什么地方 干的是刘少奇呀 干的是高刚啊 就是说他现在这个级别还是在江湖的那个 他低的 他低了 一个区间里头 对他低了 他低了 都是政治局 你要真正理会 怎么也得一个现任常委拿出来 不仅现任常委 要拉一个跟他 前任总书记 对他真正具有实质性挑战力的 比如他的 江西 老乡 比如说这个上海的老大 曾庆红 对不对 比如说你要干了曾庆红 温家宝 朱英基 江泽民 胡锦涛 这种级别 我得算一个级别的人物 否则如果不算呢 你干了一个政治局委员 因为深圳才本来就是一个很弱势的 我是讲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离威定于一尊 杀击不起 是不可能的 大家现在就是呼弄习近平 杀完了以后再说团结 那是另外一把事情 但是团结紧张跟他从来都是这么说的嘛 尼锁活泼团结紧张 他是连在一起的 他团结就是为了斗争 他要为团结干什么 斗争就是为了团结 那你是在用毛泽东标准要求习近平吗 因为他就像做毛泽东啊 你哪里搞国庆啊 先去把那个僵尸给办一下 你觉得他干什么 在汲取精神力量 现在就是剩下四个人嘛 这个世界上就剩下四个人嘛 500年来就剩下四个嘛 马列毛习嘛 马列毛习 我觉得哪天毛会被他干掉 剩下马列习 我觉得呀 习近平要定于一尊了 口头说真的不行 搞老百姓是离不起来的 搞老大 搞老大 搞几个老大 而且是要真正有实权的 真正影响他的威望 影响他的权力 你不想他现在就搞得离开墙 他现在就搞得离开墙 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离开墙他就没有力量 他就把毛扳掉 他的新时代起来不了 是啊 毛和邓的都得翻掉 而且新时的这个词啊 你仔细看 仔细学 别仔细想 这是伟大得不了得的词啊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新中国 对吧 什么叫新中国 这1949年代都是旧中国 对吧 所以人家说国庆是70年嘛 对 国庆不是啊 那你现在习近平新时代的意思是什么 什么温家宝 什么朱英基 什么江泽民 他都是旧时代的人啊 对不对 他的新时代并不是按到这个1949年以来的 要是1949年好办法已经是新中国了 新时代是习近平的年号千万别记住了这点 人家习近平说 接着人慢慢的 自然的年代他自己全都不需要他干了 全部一个一个走了 这是文人之间 那你必须在你死之前把你干调 要没有意思嘛 对呀 所以我就知道我们看我们的节目的人哪有 不知道有没有海的的 或者是海外的 他们就一定把这个东西搞清楚 你想他读那么多书 那将来这个马克思也要甩到一边去的 你就想一想 我 国庆节完了以后我看了个东西以后我就讲了几个字 我说极情不与朝鲜 威武不与拉策 就是说你那个解放军的女兵男兵都是大腿一高起来 那是表演性质的 一看就是经过练的 那个拉策军军真正是打仗的时候也是那个干净 他那个威武是真实的 那么你这个天安门广场大家唱歌跳舞好像是很自然 其实每一个动作都是练了无数次这样扑过去这样扑过去 他跟那个朝鲜一样的 朝鲜不同啊 朝鲜是 这个经政人去坐船的 那些军人们都都扑上海里面去 那就是不要自己的命 谁都拦着拦不住 你知道吗 中南海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机器性的表演 毛主席是什么人啊 毛主席每一次阅兵的时候死掉几十个人啊 都无所谓的 几百万人过的时候你就让每次都死几十人了 因为那个速度太快了 为什么 人们发自内心的影护毛主席呀 知道吧 影护毛主席现在习近平这个表演大家就太个安排了 这不行的 你要定于一阵的时候发自内心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达到一个真正的境界 你看毛主席神采奕奕 你看郑小平 对不对 当下就附提了 手一挥 这会儿汗得入迷啊 真是有那种气派 你看这个习近平脸色贴青 对吧很不高兴 而且还真按照我们当下老马讲的对不对 我那天请老马吃的那午餐 因为他一上来说我讲对了吧 他左手也不回右手也不回 哦 你们俩打赌了是吧 我没打赌 那你请他吃饭了 你也在场呀 对 你也在场 对吧 人家左手也不回右手也不回 你要真是毛主席 我就左手了 对不对 要真是正要平 我就改成错误了 右手了 他这个 又给蹬起地 还改成错误了 对呀 结果他就变成这样 你知道吧 不能不累 不能不累 就是非常危险的 非常危险 就像这个我们上一期讨的这个禁 盲面法一样的 他这个不能不累的法力 他说硬不硬 软不软 这种麻烦 这就是犹豫 这就是过渡状态 过渡 我知道 就是你看着他难受 实际上他确实难受 他难受他就改变 人为什么要行动呢 就是因为难受嘛 对 不满足他 刚才就讲日文 都是非常严肃的 所以我们就在说他 我非常严肃的跟日文讨论的问题 就是我认为 日文的文章 是我很认真学习的 大家也应该认真学习 像他 不是很重要 因为我讲这个东西 是为了更重要的 你先给他那个按锅了 按锅完 打一针 就是说他讲的东西 是一种常探的 认识是很符合常规的 但是 但是这个里面 但是真理常常掌握在 我 包括习近平 都不知道 是 现在在哪个地方 我讲的是这个 而政治产生 变化的地方和政治有魅力的地方 你想了一切的东西 就这个不确定 结果那个不确定出来 我绝对不相信 习近平有安全感 我也绝对不相信 习近平下一步不搞死别人 否则的话习近平就是一个平民过道的 你说的是第2句 有人赞同吗 第2句说他不相信他不搞死别人 吴律师我告诉你搞死谁的问题 你觉得你搞死别人可能就是江啊或者胡啊或者什么历史 我的意思是说 他如果搞死中央委员 像他讲的很对 那没有意义的嘛 你也讲了嘛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串习近平 当然不要搞死 但是搞死 政治上搞死 对对对 政治上搞死别人 但是我的意义就是 实在不同 习近平再怎么他都不可能达到毛的威望 他就是搞死两个竞技船目他也达到不了 那总比不搞强吗 那倒是行 那就行了吧 那我们都一致认为 一致认为就是说搞 搞掉几个郑国基是能提升他的地位的 这是第1个第2个来讲呢 从我看法他是想把毛甩在一边的 那你要 那可能改国号都可以呀 改国号他不就可以 国号现在已经不叫新中国了 你早就改了 你们都不知道 新时代还叫新时代上 现在不叫新中国 你现在叫新中国吗 没有了吧 现在是不是都叫新时代 你看看任何东西你们注意到没有 中欧干批 出一次 何老师要上课 要改成 新时代的中欧关系 他到美国来见阿巴马 就想跟阿巴马达成一个协议 什么都可以 我们把关系改成叫 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他就玩这个东西 所有东西如果你没有错的话 你可以看看任何具有高度性的东西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一定要加上 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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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习主席的年号 但是光就是年号不对了 必须要 和起效强 我感觉他不是要讨一个年号 他想立个新中国 就是在毛的新中国之外 他再立一个新中国 那就是这样嘛 就是这样 所以就不是年号 年号都把人放低了 那毛太祖在前面了 他就没办法 他始终是屈居人后 你像这次国庆的这个 一溜下来 他就是 到了他有18个划车 是吧 对 5个划车 9个划车 18个划车 但是 前面还垫底了 你没有办法 所以什么时候把那些都铲掉了 这个历史 今天开始了 一下那个 这个谁写的 这个新时代人家在这一次的这个月明大会上 我把称之为后面的月宾 我之后的月明 我叫月明大 大典上 没看前面的几个全穿的中山装 就人家穿的这个西装也是一种新时代 谁穿的西装 习近平 谁穿的中山装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胡锦涛 在中山装 月明大典 那个画像 画像 在最后推出的是人家嘛 人家穿的是西装 打的是李戴 我看的是 胡锡涛也是 另外一个场合 在这个上面是所有的人穿的西装 只他穿的中山装 我说的这个画像 画像只有习近平使西装 这是毫无疑问的 画像上 这都是一个 极其重要的信号 还有一个信号 这一次 你说 还有一个信号就是那个 他的那个坐车 别人 这个这个 这个前面都是有号码的 就是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阅兵的时候 车都有车牌号了 虽然是逆行是吧 但是都有车牌号了 到习上没车牌号了 直接上以国徽 这个意思就是 我是国主 对呀 我就是天下嘛 对呀 就是这样 但是我知道 我的意思刚才讨论了 就用元首这个词也是 对对对 我的意思是说 习的名义上的东西都有了 实质性的东西没有 实质性的东西没有 这话呢就是清党 以后再有 明智实规嘛 先有明再说 对对对 所以清党要不要嘛 他问你就是这个意思 我刚才说 你看什么 他不愿意表态 他就不逼他了吧 什么律师的清党的问题 就是说 一般的清党 一想清党就觉得是很痛的 不不不 我的意思就是说 习近平早就说了 今年要搞整党的问题了 对对他已经在搞的问题了 但是说你想要的是 要成果吗 你想要的是某个进去常委被他清下去了 我说的是这个东西 至少是我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 人家已经反复表达了 你还是不满足 何种意思 其实是这样的 这不同意 育儿不同意都不行 何总仍然也同意你的观点 只是何总在说 不搞掉两个常委 以及郑国旗的这个 不符合习的这个政治利益 习的目的是达不到的 是达不到 我就认为他 统计到末尾他也不可能达到毛的那种程度 不是达到毛是一个概念 而是今天的某种意义上 习要想达到他的新时代当中的一宗 国主 天下之君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讲 他不干掉两个常委或者是郑国旗的或者是原有的某个重要人物 他就是不可能 他不可能 真正 一顿 不可能的 没有可能的 这成个信念了你这个 咱们说不确定性吗 是不确定性 你应该都成了信念了 就是不可能 这还讨论什么事了 不确定是几十 你要讨论的是可能性 不确定是几十个过程的不确定性 但是结果是确定的 这个结果我觉得是确定的 他习近平想亲党内的人 说个难听话 没准没亲到别人 别人把他干掉都有可能 但是呢我们指的是什么呢 习近平如果不这样做 他就达不到他现在的 我定来的新时代呀 我完全理解 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 我也希望 但是我觉得 不要不要你这个把我们降低了 人家讲的是习这个 食不甘位这一件事 并不是说老马食不甘位 或者说 我们 听得不错了 我说的是 你们希望他 不是希望 不是希望 他能从他的政治逻辑分析 我们希望是国大民安 对我们也希望他早点下台 我们也希望共产党早点土崩瓦解 有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国家 这一次我们就讲 我们看看陶家先生讲的一个中心两个地本地 是什么意思 一个习近平两个一江一湖 什么意思 所以我说做人不能做得这么无聊 什么事情 都让你讲出来还讲什么讲 看这个节目啊 陶姐讲嘛 哈哈 好 我们现在又过去了几天 因为国庆节上一次我们做的时候 中国大陆处于一种非常高度的紧张状况 一切为了国庆 现在国庆节争入过了 但是发现有两个现象 第一个就是 国庆节 朱镕基没有出来 然后江泽民和胡锦涛表现的身体状况很不好 然后呢 国庆节之后 习近平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求是杀之》上面 把这一副杀气成人的样子要清党 好像这个情况有一点矛盾了 一方面就是为什么大家 明明是习近平主席 阅兵 展示他的权威定于一尊 为什么人们还是那么怀疑 这个江湖温居 另外就是习近平要清党能清到什么程度 这一次阅兵呢 我就有幸也看过 在这个城楼上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 居当中就是我们习近平总书记 你太幽默了 两个基本点 我们人民群众反应 更有看头 这第一 就是 这个江泽民主席 慕无表情 就这样 第二就是胡锦涛先生 人家看得到他头发都白了 而且略现老态 他那个老态比江泽民先生 更甚 而且我 据我判断应该是 中期的 至少是中期的 这个薄金生 我们看见 我们香港同胞看见 哎呀 都觉得 有点心疼啊 为什么 因为江主席 啊 来过香港啊 他那个时候是很有自信的 一来香港是走进香港平民民居啊 你看一条裤子拉到这么高 啊 很亲切 用广东话说啊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哎 这有那种江泽人海派 那种作风啊 对 对 对不对 这个胡锦涛先生 这个来这个香港也是啊 那种清明的作风 有一次来深圳啊 就看见 我们香港非常尊敬的李嘉诚先生 他就过去 听说李嘉诚先生来了 我一定要啊 啊 建议建李先生 你看这人家国家主席 虚怀若骨啊 对我们李嘉诚先生 是李贤下事 所以呢 就我们今年看的这个阅兵看到 江主席看到这个胡总书记 啊 我们就 很多我们香港朋友都觉得很感动 很感动 想起这个20年来 我们香港一国两制在这两位领导人亲自关怀之下 是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功 这个来自不易的局面 就是被林郑月娥这个婆娘给一手砸掉 哎呀 我们真是 白敢交习啊 这个 对不对啊 啊 这我说的老实话 我不知道这里头有没有什么敏感感 进去我们不管啊 我们爱国 对不对 爱国 老首长出来 看见他身体健康 我们大家很开心 尤其是看见温家宝 家宝总理 家宝总理 这脸上的一个笑容啊 永远带有那种 这个先天下之忧而忧 那种泛中烟的那种 那种那种 士大夫啊 那种的精神 所以我们这些香港人这一次在社会动荡之中看这个画面 看的真是 新潮澎湃 而且希望国家 这个经过这个70年 活运昌荣 日子越来越好 走的大道越来越慷张 这个 习近平主席啊 他在这个 简短的演讲中间 他讲了一个最重要的话 就是今天的中国 没有人敢撼动得了我们中国了 有网友就说 没有人想撼动中国啊 现在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 没人吃得下呀 但是这个讲话完了以后呢 第2天就是10月2号 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 是他一年以前的讲话 那个讲话里面就是 讲了又有一个最明确的一点 就是说 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中国毁掉 把中国给 干掉 但是呢 真正把这个政府 把这个国家干掉的是 中国共产党自己 那么敌人 就出现在我们自己内部 护起萧强 就是自己人 这种信号大家一看起来 国庆节制过了一天 撒起腾腾就出来了 人家一想也是对呀 当年老毛之所以成为老毛 老邓之所以成为老邓 那是撒了多少元杀 干掉多少将军啊 对不对 你说老邓总时间干掉几个 对不对 三个吧 一个华国锋是主席 还有这个 胡耀邦 还有这个赵紫阳 那老毛就更是袁厦将军一大队 对不对 才建立了他们两个人的强人政治 所以有人说 习近平的撒起腾腾 是为他的强人政治更加增加力量 所以大家在关心 清党也是清水 香港有没有传说啊 香港的也有一些 就是说比较爱国的 像我这样的就是学习 这个讲话 我觉得这个是下篇 上篇就是我们上星期 分析过这个斗争论 当时啊 我就怀着非常谦卑的心情 我说我不懂 这一篇讲话里头 56个还是57个斗争 斗争的目标是在哪里 我当时不是说 毛泽东提斗争 就是说 斗争谁呢 党内一小撮 这个资本主义 当权派 或者是打刘少奇一类 政治骗子 当时都是有具体的目标的 当然它是第一阶段 它不先不挑灭 好了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57个斗争 我不知道斗争的目标是什么 出了这一个谈话 我觉得这个目标比较清晰 是对内 而不是对外 主要是对内 但是对内呢 到底是 是些什么人 毛泽东的时候 如果说 这个党内 这个有走资派 或者修正主义投资 它是有一个焦点的 但是这个好像 缺乏焦点 就是说 问题是出在里头 这个 有些封建王朝开始的时候 顺乎潮流 民心归附 但都被未能摆脱 圣祭而衰的历史悲剧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统治集团 他说集团 这个贪图享乐 穷奢极欲 昏庸无道 荒淫无耻 立志腐败 权已溃沉 又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这个 统治改造犯态 这个如果他是用这个 话来 形容现在的共产党 我看 未免这个话 说得太重了 因为 第一任呢 就打贪 防腐 不是抓了很多人 对不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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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里头呢 你到底是党内出了个什么问题呢 还具体的说不清楚 是不是党内有一个反党集团 反党集团那个时候是个 薄熙来 周永康 也抓得七七八八 抓来有随才后啊 郭伯雄啊 这个也就 该判的都判了 那么现在这个党内 祸起 硝强 这个祸是什么祸 硝强 这个 根源又在哪里 这个还是看得不是太清醒 但是比起上次的斗争论 总是有个范围 主要还是党内 这个我看就过一两个月会慢慢清醒 对 慢慢清醒 当年的老毛是从这个海域办公开始 针对 武汉 然后武汉后面是彭真 彭真后面是刘少奇 那么那是一个 曲线的清党 那么这个是 老毛那个时候是 波损的 这个方式 从外到内 而且老毛很有文化 他先 不不说这个 刘少奇 他先批这个 海瑞罢官 对 由海瑞罢官 批到那个武汉 武汉那是北京市副市长 如果我没记错 对对 那个时候是 那个时候是 建制那个时候 北京的 这个 这个 彭真集团 这个彭真那个时候应该是市长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一秋秋出来 连罗伯代理 彭罗路洋 对 罗瑞卿 对 陆定一 啊 还有 彭罗路洋 后面呢 是谁呢 这就刘少奇 打倒刘少奇以前 还把邓小平一起揪出来 对 结果呢 轻轻放过矮凳 结果就往把刘少奇往死里打 这个是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呢 是批这个 清宫秘史 然后这个电影 那个时候 这个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卖国主义 原来后来我们搞清楚了 清宫秘史这个电影是1949年48年 解放前夕 上海的一个叫永华电影公司拍的 这个呢根本跟政治没关系 只不过是后来刘少奇看了 对这个电影 有高度的评价 说他是个爱国主义 结果呢 毛泽东就用七本语啊 就好像类似写那个政治影评 就说清宫秘史这个电影到底是爱国还是卖国 我们就以为是一个政治论述 其实也是见打见止 曾经看过这个电影 而予以好评的刘少奇 所以这老猫厉害吧 我们从小在香港学习这个文化大革命 论述啊 我要说句这个实事求是的话 我长了不少知识 要不是文革 我不知道有个清宫秘史这个电影 不知道有个海瑞罢官的这个剧本 也不知道有一个叫李 这个李秀成呢 这个太平天国的叛徒集团 所以这个毛泽东时代 他这个文艺知识是非常丰富 他是随心所欲 他还有什么批判这个三家村 三个知识分子 这花样多了 对 花样多了 然后又是精细 这个什么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 各条战线 各个多元 多方位 处处点火 只烧向一个核心 这个核心是谁 就刘少奇 这个最厉害吧 对 这场戏真是精彩 但是今天呢 就是说这个斗争论以后就出现了这个 这个祸起肖强论 这个算第二部曲 那第三部曲到底是什么呢 而且这今天这个 这种拨损失的好像也是雷同 但是缺乏一点点的这个文化典故 这个呢 说句实在话是有点心不如就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 atmingjinnews 脸书 facebook.com